YES! YES! 媽!為什麼你們不能好好互相對戰?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說對方壞話? 你知道這樣我有多少苦啊! 我替你拿編單來了 不用謝了 我都記得你的便當上有剝不成的照片 你啊終於帶便當了 不然的話我在想把我的分給你 哇!好香的排骨耶 敲敲吃吧 真的好香耶 你給我便當 你給我便當 原來是你偷我的便當 沒有啊 還說沒有 湯匙都在你手上了 對不起對不起搞錯了啦 那不是你的便當嗎? 你弄錯了我今天根本沒有帶便當 蛤?原來你連便當都沒有帶 根本是故意拿人家到便當 你想吃不會找你媽媽幫你做嗎? 幹嘛拿人家便當 要不是我現在餓壞了 我一定馬上告訴老師 所以我不小心天啊 你幹嘛那麼笑啊 原來是你 敬火 好了啦你不要那麼大聲嘛 就是嘛 他都在餓肚子啊 你還罵他 你算什麼同學啊 有沒有一點測影之心啊 非洲會有那麼多人被餓 都是被這樣人害的啦 一點頭虛愛都沒有 非...非洲難民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莫名其餓 吃完那個飯 就知道糧食 好明明外長 你爸爸來了 我爸爸 爸爸你怎麼來了 爸爸是要帶你去吃飯的 真的啊 走吧 可是我們不能出學校啊 爸爸已經跟李季老師說過了 吃完飯以後呢 好棒啊 哇 爸爸我帶上去吃吃 好好喔 就是啦 誰欺騙你的五行排骨 哼 哼 媽 你今天怎麼會退一家 吃飯啊 媽媽很加薪了對不對 不對 誰規定 要加薪才能夠出來吃飯嗎 爸爸知道 明天的好幾個禮拜 午餐都沒有吃好 所以特地帶你出來 要好好的請你吃一頓呢 等一等 您這個牛排不錯 玉萍 你要不要吃丁股牛排啊 丁股牛排不是很貴嗎 有沒有便宜的啊 有啊 有商業午餐有 好不用看了 這兩個丁股牛排 好馬上來 來 爸 媽媽說家裡太招大 她賺錢很辛苦耶 吃牛排 會不會太浪費啊 又不是只有你媽媽在賺錢 你爸一樣在賺啊 雖然我賺錢沒那麼多 可是千萬你又吃一頓也不能嗎 我不信 你媽媽還跟你說些什麼 沒有啊 嗯 你不說我也知道 她已經在抱怨了 我這麼多年呢 還只是個憂鬱 害得我們現在哪幫她們一起 害得她還要出去工作 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經濟不如景氣嘛 電腦公司那麼多 生意多難做呀 可算自己也不想想 前幾年經濟好的時候 我每個月抱多老甲命回來 我每個月抱多老甲命回來 他沒辦法做你了 一萬多點的時候 還拼命地買 神經病 現在全套牢了 怪誰呀 爸我們有叫飲料嗎 這是附近的 這是什麼東西啊 雞尾酒 他的也是啊 是 你沒毛病啊 他才幾歲 小孩子拿酒給他喝 我們套餐都附近為酒的 給他換果汁 抱歉果汁要另外一點 都已經點了定五牛排了 還幫付不起飲料錢嗎 先生 你問我我的意思啊 誰關你什麼意思啊 給他換果汁 爸我不要喝啊 給他啊 是馬上來 爸你怎麼對人家那麼兇啊 我是在照顧你 我要是不照顧你的話 還會有誰照顧你 你媽每天出來開會 就是應酬 家裡事情都不管了 連變態不替你帶了 十小二三錢給你 開一個全世界市 都是用錢就可以解決了 就是 錢錢錢 還不就只是錢嗎 給你 禹品 爸爸這陣子心情 你應該很清楚 你想 如果有一天 爸爸跟媽媽決定 再這樣下去 沒意思了 你 你以为这是爸爸,跟着爸爸吃苦吧 你正好过回家 我从来没擦完啊 看你擦他们久了,一直在擦这一片 快点,我要关灯了 再过回家,我就来不及看卡通影片了 我看你先回去好了啦,我来关灯关门 不行,一个女孩子留在这边很危险 你快点,我等你 好啦,我很快啦 喂,你是不是不喜欢回家 为什么每天都好像要拖时间一样 你不会想看卡通影片吗 不可思议 你回家以后,家里面有人吗 我家? 哈哈,我家,别人没有,就是人多 我家开店,我爸妈,人都要家 我阿公和妈是我家 三郎哥有人才去找工作,也是住我家 我七八姐来台北郑都,还是住我家 我三爷婆来台北玩,又是住我家 这家帐我弟弟,我妹妹 连吃饭都要分两次 好好,我就不认了 好什么好,你去住物馆就知道 人多意见多 买钻鞋子,至少五个人跟在外面吃点点的 最后,连店员都受不了 她说,等你们决定了,再告诉我 放这么多意见,你知道听谁的 当时听我自己的咯 哇,你胆子这么大 废话,我有自己的想法 只好我才可以当我自己的主人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运萍 嗯 你还借我回去啊 嗯,妈要带你吃饭 我去拿吃饭 嗯 嗯 什么啊,你妈带你吃饭 你看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你能不能闭嘴啊 废话那么多 女孩子就是善变 刚还好像喜欢听我说话的样子 是 请来,谢谢 来 多吃一点 你最近都瘦了 吃不下 中午吃牛排 到现在肚子都还脏脏 牛排 不怕中午来看你了 没想到她动作比我还快 她没跟你说什么 她是不是用牛排 来拉拢你在她那边 没有啊 有,一定有 她的个性啊 我太清楚了 没有啦 你没有被拉拢 没有就好啊 你弟弟啊,年龄还小 有些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你是女儿 比较贴妈的心 一定会了解,对不对 你爸那个个性 我实在是受不了 就像毛根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死了 苦了大半辈子 一点成就有 现在我的事业顺利了 她就野红了 你要知道 像你妈这么能干的人 是不可能一辈子 跟她窝在家里 看连续剧的 妈现在拼命的赚钱 也是希望把你跟你弟弟 送到美国去念书 到了美国以后 你们就先住在阿姨家 大家在台湾赚够了钱 就不要过去跟你们住啊 那爸呢 他会有她自己的生活 哎呀 我不能跟你吃了 我还要去拜访个客户 这个鞋里拿着 这个鞋里拿着 等一下坐骑人车回家 还有帮姐姐买个披萨 还有 你说要带我回家的 你先回去嘛 妈晚你就回去了 乖 听话 妈 为什么你们不能好好互相对待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说对方坏话 你真的像我有多痛苦啊 我再也不要听你的话了 我再也不要听你的话了 送我今天一起 我要自我自己的主人 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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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起来 什么原因又不叫作业啊 是不是不会写呢 如果你不会 可以尽管来问我啊 可是如果你连写都不写 连试都不肯试的话 老师是不能够原谅的哦 嗯 这样好了 放学以后你留下来 把前面的作业都补齐了 才可以回家 好 OK Everybody Please open the page 31 你也快讲过啊 天都黑了 我靠着卡上里面 就看不成哦 哎呀 你不要管我啦 我只可以帮你关窗关灯就是了 天黑了 你不怕 不怕 我什么都不怕 我们还在写呢 老师 我看看 你把前面补齐就可以了 怎么多写了这些呢 没关系 我喜欢写 喜欢写可以回家去写啊 有 我喜欢在这里写 家里没有你做功课的地方吗 老师 我可以回家吗 哦 对不起老师忘了 你早就可以回去了 等会儿老师会关的 哦 老师再见 哦 再见 哎 余萍 你也可以回去了 要 不要回家 有 早就比卡通还好看啊 怎么不回家 可以回家吃晚饭休息啊 没有 没有 我们家什么都回家 怎么了 余萍 有话慢慢说嘛 老师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要帮不了我 你不相信老师吗 老师的保保很多哦 你说说看嘛 不可能啊 我爸妈要离开了 哎 真可怜哦 嗯 我們要幫他渡坐難關 昨天張艾天打電話跟我做你的事了 我馬上叫我媽媽替你做一個便當 光寶食品很香耶 我不吃辣 我媽媽做的不會辣啊 我幫你拿去吃 那麼光光沒有鞋的我可以接你操 你煩不煩啊 童余萍他們說是真的嗎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爸媽離婚了我就變怪物了嗎 離婚就有離婚嘛 沒聽說過啊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還不算是不額 不需要你們同情更不需要你們究竟 余萍 你過來 余萍余萍余萍 對不起 季老師 我能不能跟你談談呢 我真的越來越搞不懂他了 我懂 你想不想聽聽看呢 我聽余萍說 你跟洪先生要離婚了是不是 沒錯 我和洪先生是決定要離婚的 可是他怎麼會知道呢 我從來沒有跟他提過離婚這兩個次 發生三人罷了 其實 就算你們都沒有說 可是余萍那麼敏感的孩子 他早就猜到了 難道你們一點轉圜的余地都沒有嗎 有沒有試過婚姻諮詢中心 或者是 季老師 我們都是大人 都應該知道 不是什麼事情 都會有圓滿的情形 我們也不想浪費時間 不在那些沒有結果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 我們唯一的職務 就是離婚 之所以沒有辦離婚的手續 就是因為孩子的問題 因為 我們都不願意放棄孩子 既然 你們的離婚已經成了病局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余萍因為你們的事情 情緒變得相當的不穩定 我知道這是難免的 可是我以後 會用最好的生活來彌補她 不能夠以後 是現在 現在就要將她的傷害降到最低 否則 以後她永遠都不可能快樂的 我現在拼命地工作 就是要給她 生活最大的寶藏 洪太太 你沒有懂我的意思 離婚對孩子最大的傷害 不只是家庭的破碎 而是她對人的信心 也破碎了 她會懷疑 這世界上 還有沒有真心相愛的可能 如果 她不相信 這世界上還有存有真情的話 她就會變什麼都不在乎 你想想 她還會快樂嗎 可是我不能因為這樣 去維護一個可怕的婚 那不是更假嗎 我明白 而且剛剛你也說過 離婚是你們唯一的活力 只是 您和洪先生都有欲誤 將離婚對孩子的傷害降到最小 也就是說 在這段日子裡 你們都不要為了想要爭取餘品 而互相攻擊 因為這種攻擊 絲毫不會幫助她在你們之間做選擇 反而只會加深她的矛盾 加深她對自我存在價值的懷疑 其實 父母在她心中 永遠都是至高無上的 就算你們對彼此在部門 也不要動搖 對方在她心中的地位 一定要讓余萍相信 她的爸爸媽媽 永遠都是值得尊敬 值得愛的 讓她知道 她的存在 並不是來自於一個錯誤 而是一個真正存在過的情感 千萬不要把她最重要的信念都粉碎掉 至少讓她知道 還有這點是真的 洪太太 我說的不是我個人的理想 我只是在替余萍請求你們 因為只有你們才能夠真正的幫助她 可愛的家庭啊 我不認沒有你 你只能迴避天長 余萍 老師 小時候 我都要聽我媽媽唱這首歌 我才肯睡覺 老師一直以為 只要學生有問題來找我 我都一定會有辦法解決 現在我才知道 余萍老師的法寶 以我派不上練場的時候 老師覺得很抱歉 沒關係 這本來就不是老師的問題 你還會反過來安慰老師啊 這是我的問題 是我不錯的 余萍 你千萬不可以這麼想 卻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有 我知道有 她本來一開始 就是為了我和弟弟的事才吵起來的 不是這樣子的余萍 爸爸媽媽他們不能夠在一起生活 不是因為你們 而是因為他們發現 他們在一起 因為個性和思想上的差距 已經變成漸漸不能夠欣賞對方 如果勉強生活在一起 只是彼此互相折磨 這樣子他們會很不快樂 所以他們選擇分開 希望在另一種生活空間 可以讓他們更快樂 更自在 余萍 你說 你愛你的父母嗎 那當然余萍也希望他們快樂咯 所以余萍就能夠了解 爸爸媽媽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 在一起生活真的不快樂嗎 有時候的確是這樣子 那我呢 我應該跟誰在一起啊 不管跟誰生活在一起 你的心裡要同時都擁有爸爸和媽媽 因為他們是世界上對愛你的兩個人 余萍啊 你歌唱得很好聽耶 可不可以再唱一首開心的歌給老師聽嗎 唱什麼 嗯 唱 小草 好不好 不會 大風輕 把頭搖一搖 風停了 又停止搖 大雨來 玩這杯 讓雨嬌 雨停了 高開起頭 站直搖 不怕風 不怕雨 離子要長大 小草 吃三食 又不想 就是你們 走開啊 為什麼要走開 我不要你們聽嘛 不要趕我們走 怎麼那麼容易 我們是年輕女了 父母鬧離婚 最生氣跟難過的就是做兒女的 但是不必自責 因為責任不一定在我們 假如說 必須選擇其中的一位共同生活 那麼也不代表 必須放棄 對另外一位的愛 跟孝心 因為聽下了父母 對孩子的愛 不會因為離婚而改變 那麼做兒女的 不也應該如此嗎 在這裡同時要奉勸夫妻感情不好的朋友們 在做離婚的決定之前 請仔細想清楚了 爸爸跟媽媽的戰爭 孩子是最大的輸家 因此拜託大家 要決定離婚之前 請給孩子一個健康的心理建設 拜託大家 千萬避免在孩子面前 惡言相向 互相批評或者是侮辱對方 因為孩子是父母心目中共同的寶貝 父母也是孩子心目中的偶像跟守護神 如果破壞了對方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跟形象的話 那 小心喔 孩子傷心的結果 可能是對父母雙方同時的放棄 來 大家都看嗎 你的心裡要同時都擁有爸爸媽媽 我們可不可以再一次 打 要死了 很真假喔 打眼睛來了 大家 哎喲 好痛喔 黑女人 Pesuka 對不起 這邊是休息的嗎 有兩個人沒有敲 現在怎樣 對不起 沒感覺 你們什麼 來 別擔 太好了